師傅 是 我們又收到很多觀眾的來信和相片 事不宜遲, 怕你答不完 我們馬上看看這位家庭觀眾的相片 這位劉小姐 住在我們上次說過的 太子道西和荔枝角交界 對著這條天橋 車子這樣直衝過來, 還要住低層 對, 想到… 殺氣很重 荔枝角天橋一轉到太子道 出來的位置 好像被車撞進來 雖然它是直直 但這個轉彎位好像衝過來 所以這裡真的有殺氣 現在很聰明的觀眾 用反光蚊梨紙和植物 拔鏡, 甚麼都可以 甚麼都可以 對, 有殺氣, 要擋 另外還有一位家庭觀眾的王小姐 說她家裡對著這個尖角 這個尖角也挺尖的 真的尖得挺重要 對, 殺氣很重 我以為除了中銀之後 就沒有尖角, 這個真的是尖角 因為它不是90度 它應該比90度少 三角形插起來 對, 三角形插起來 但觀眾應該是高處拍下來的 所以問題不大 但如果你在這些位置 剛剛對著它, 就要發解 那你硬著 對, 真的尖角衝射 怎麼發解呢 又一樣, 因為它真的有氣 這個不單是刑殺 這裡有空氣吹過來… 大家會在這點對著你 所以除了形狀不漂亮之外 真的有氣 氣來講, 可能就要找東西擋了 如果是形的, 就用粉光蚊梨紙 如果氣來講, 可能有植物、落沙 也要有多少東西一起擋才能擋得到 即是放植物、落沙, 甚麼都會出現 對, 沒錯 然後這個角又像一個尖角, 對吧 但這個角是正常一個屋 轉彎位90度的角 這些殺氣沒那麼重 除非你剛好在這個位置 兩個角對著你才有問題 都一樣這樣擋 例如我住在這裡, 這個位置 看到這個角也不算嗎 完全沒有關係 因為一條街… 住在這裡才算嗎 沒錯, 一條街大家平衡 所以你看到對面的角 角不是剛才的氣衝到你 其實是這個交匯點這樣衝過來 不會橫走 但去到這些大廈就沒有關係 這些大廈一定有小角 或者我們最常見的一體八火 你就經常見到四個角 原來這些完全沒有殺氣 所以這個排第一, 最厲害 這個排第二 對, 這次我們要教大家 最關心的人造聯頭 怎樣看法 我們有醫院、消防局、警察 有很多東西, 甚麼是遠, 甚麼是近 我經常說非洲那麼遠 現在立刻告訴你 甚麼是非洲, 甚麼是亞洲 好…師傅, 你知道 很多朋友都跟我說 看實際例子比聽我們光說 對 明白很多 我們這次立刻看甚麼 先去醫院 稍微說, 我們去荃灣人際醫院 你看到多近民居 如果你住在那邊 你會減戰心境嗎 是否住在剛才那裡的咖啡 吃過剛才的大廈 沒錯… 為甚麼醫院會突然有殺氣 我們經常說氣分音和羊 如果有人生病了, 當然是陰氣重 你每天都生病, 走來走去 如果你在那裡住 當然不多不少也會吸收氣 那就容易影響情緒 即是不用只對著醫院大門 對著醫院大門 或者對著急症室 殺氣最重 其次就是臉房 但如果我住在這幢大廈 我背著單位是背著醫院的 背著就不是很害怕的 經過經過也會有問題 對的 大廈進口也可能要 對著醫院門口, 怎麼辦 不要緊 沒問題 因為這就是陰氣 動腿 動腿更糟糕 如果你在醫院真的生病久了 病人住在這間醫院 看著動腿再生病多前蟲 對, 再加上你住在對面 又看到動腿殺又看到醫院 怎麼辦 五行化動腿局 再加上放植物 因為醫院容易有細菌 病氣或陰氣 你弄光一點, 空氣流通、對流 其實就沒問題了 所以住在醫院對面也不用怕 開多點燈, 多點陽氣 對, 可以的… 陽氣來說也可以殺菌 陽氣就是可以壓制陰氣 看到人際醫院 就在這個市中心, 對吧 全街市街很旺 圍著這裡有一些新的樓盤 圍著全部的建築物 差不多四方八面都看到醫院 但你又不用怕, 不要看到醫院 你又怕, 譬如你住在美額居 在上面一樓看, 看到醫院 其實你看到醫院, 不是對著醫院 原來就沒有殺氣 所以是我們剛才看這麼近的景 才要留意 怎樣是對正呢?醫院 一定要看正門 譬如你這裡正門的 對面看到一座大廈就有問題 但你看到醫院的背面 或者側面就沒有問題 好, 看完荃灣人仔醫院 我們馬上去觀塘的聯合醫院 我們窗望去的那間就是醫院 你就知道多近民居 對, 原來這個就是聯合醫院 有很多座 原來那個邵逸夫大樓 你看到就是最近民居的座 邵逸夫大樓也算是有陰氣吧 因為我們剛才窗望出去 就對正門口 所以其實也會比較重殺氣 但跟我們剛才看的情況 有點差勁 急症殺 因為剛才很近 現在雖然近, 但也有距離 而且周圍空曠的, 你看到也有風 看到十字架可以嗎 如果對正才有問題 你看到也沒問題 對正十字架也有問題 古代刑具 對正的刑具有問題嗎 就像對正三叉八軌一樣 如果對正十字架怎麼辦 發解, 又是馬上發到鼻 這麼簡單 主要是這個曉麗院 因為曉麗院主要是兩座 曉星角和曉天角 剛才對正門口 看這個圖就比較容易 這個就是邵逸夫大樓 這個就是正門 原來住這些單位 剛好就會對正門 還不僅僅, 這條路是這樣走的 反公路 雖然車不多, 但始終叫反公路 還有會否對正這個角落 由這樣 如果矮層對的, 他就會對 對, 尤其是這兩個範圍 三揚殺 對, 三揚殺 又有尖角殺 又有反公路 又有對正醫院 甚麼都要出齊才行 又出甚麼 反光碼子、檔檔、植物 還有甚麼 想到的東西 也放在它 總之不是放屍子、老虎 反鏡 千萬不要放屍子、老虎 因為向著別人病人 就吸光了… 不是, 向著別人病人 已經向別人病得快一點 如果放吸水大病 就會吸光了指病 沒錯… 接下來我們看看 跑馬地的養為醫院 轉眼就跳來跑馬地 要求醫院凍肚 對, 你不認得你, 凍肚子 原來他的抗肩 所以要求病人 又再多病幾次 對, 麻煩一點 看他能否看見凍肚子 反而我昨天就看旁邊的房子 很近 對, 很近 剛才看見凍肚子 他剛買了也不能住 他預備明年七月的凍肚子 才搬進去住 我們看鳳輝台就知道了 鳳輝台已經不走的,對吧 對, 接著人走的抖頭路 我經常說, 抖頭路特別來女人 有利事業, 有利錢 很陰 看你害怕嗎? 你也是陰, 大家陰 大家都有觀感效應 所以這裡是陰地, 特別來女人 或是老人家也無所謂 即是對著萬壽大廈 鳳輝台全部都要擋住 沒錯… 但萬壽大廈可能被這裡擋住了 其實應該是鳳輝台 和我剛才的圈這個位置 只望到正動土 反而仰和的正門, 其實沒有日常對 仰和正門是對著外面的位置 有條路… 我打斜, 這樣看也不算嗎 例如這些打斜, 你看也不看 我們還是說氣 對正 對正, 而且要接近才有問題 現在主要是動土問題 那也是遮擋… 遮擋髮頭鼻 我們是五行發動土局 醫院因為正門是黃泥沖 對面有一點 轉彎那座園的大廈, 可能看得正 其他位置其實看不正的正門 好 接下來我們看看 沙田威爾斯新環醫院 還有屯門醫院 慘了, 看到鐵路 一定是新界區, 對吧 屯門輕鐵 那就來了屯門醫院 這麼快出去嗎 沒甚麼看見有樓 只是看見醫院 其實屯門醫院周圍的樓都比較遠 那就肯定沒有影響 還有這麼多花草、樹木、綠草、餘蔭 樹都擋了嗎 對, 就算我們要自己的家 擋也是放樹去擋 它已經包住了醫院 有殺你也殺不到你 好像挺有風水 風水好嗎?我就不知道 風景多好 我就知道 看來綠色一片 但住在醫院宿舍 住在醫院旁邊嗎 沒問題 醫護人員… 等於警察宿舍 護士或醫生就住在護士醫生宿舍 是正常的, 不會影響他們 他們每天都對這麼多病人 怎會有影響 轉眼就遠了, 我們來到沙田 沙田威爾斯, 去醫院 好像周圍被花草、樹木包住 對, 還是來民居很遠 對, 所以這兩個醫院 你看到也不怕 真的看到醫院 不會有殺氣影響到 最近的民居就看到這裡 氣要飄到過去也要很久才行 你知道了, 這兩個醫院沒甚麼殺氣 師傅, 沙田威爾斯院在03年爆發 這個沙士 其實是否看到有甚麼玄機 因為03年病毒位在東南邊 對嗎 九龍的東南邊在哪裡 就是牛頭角那裡 新界的東南邊 讓地圖看看 新界的東南邊, 明白 來到這裡又要休息一下 我們下一節回來會說說 警署和消防局對周圍環境的影響 待會見 就知道了